我们先有请真实音上场 掌声有请 李旦 大家好 我是李旦 发给胡哨的 这个衣服是今天特意准备的 大家仔细看有设计的 这个衣服上写了很多字 望角卡门 阿飞正传 东邪吸毒 这个都是大家很喜欢的 香港的经典电影 跟王晶呢 一点关系都没有 特意写在这边 就希望在全城 你好好看 希望能快 咱们先说别人 不说假 蔡明 一个给我们带来很多 美好童年回忆的女人 王晶 一个给我们带来 很多美好童年回忆 又将他们全部亲手毁掉的男人 黄胜一 一个跟我们的美好童年回忆 合作过 就节约了 从此就再也没有什么好作品 真是活该的 他想的你 黄胜一大家看过吗 功夫的女主演 在整部电影里 演技呢 跟那根棒棒糖 难分伯仲 我觉得不如那根棒棒糖 我看功夫的时候 整个过程是这样的 黄胜一哭了 黄胜一被周星吃打 黄胜一尾到 棒棒糖碎了 棒棒糖 棒棒糖 给大家说一下 黄胜一在功夫之后的作品 钞票飞 猛龙 战神在线 你们有人看过 其中任何一部的预告片吗 这样不是最过分的 他还拍过一个电视剧 叫我在西林郭勒等你 巧的 内蒙古西林郭勒 正是生我养我的地方 你凭什么在西林郭勒等我 要等人我等你 蔡明老师 咱们从而就看 蔡明老师演了老太太 演得特别好 现在好了 不用演了 联系合一了 结果他还叛逆起来了 55岁的高龄 登上男人装 又上去好多人才给他扶下来 蔡明老师 你上这儿干嘛 没事吧 没事吧 传一上点好 那人着凉可不是闹着玩的 蔡明老师很前卫 在96年呢 就在一个小品里扮演机器人 大家有印象吗 一个被郭达买回家的女机器人 我当年七岁 我看着都觉得有点不合法 那个是我对人工智能最早的印象 这两年总听说什么人工智能 威胁人类 我想蔡明 还能怎么威胁人类 人类听着 不接受我蔡明的董治 我就拉着郭达一起派男人装 我再带上潘长江 我们一家三口 性感不死你们 肥猫 郑泽氏先生 被人造谣去世最多的名人 你说这些媒体的 没办法 他造这种名人去世的谣 就得这样 造这种年纪偏大的 然后在观众心中有地位的人 大家才会听这种谣言 所以今天在台上 有资格被造这种谣的人也不懂 这是一种荣誉 你像胡涵 没有资格死 黄胜一 好像可以走 毕干 毕干要被造谣去世 大家看到新闻的反应都是 原来他那个字念干呀 长知识了 长知识了 给大家介绍一下 介绍一下 天才导演 毕干的电影呢 除了没人看 没有缺点 这个情况跟王晶正好相反 只有有人看这么一个优点 你这么一想 好像还是王晶平 或者是他更厉害的 看得怎么样了 毕干的很文艺嘛 拍电影特别爱用那种长镜头 他那个电影 他那个长镜头长到 有时候让你觉得 他就是忘关机了 他说 这我都不明白 这是 这个人工智能的笑点是不一样 反应都是这样 接着说 接着说 我说直到你这回毕干来 我查资料 我才明白 为什么毕干那么爱用长镜头 毕干以前是干婚庆摄像 是不是一下就理解了 你们看婚庆 婚庆那个摄像都是长镜头 对不对 大家都见过吧 就是婚庆的车队在这儿 毕干在最前面一个车的后备箱里 后备箱那盖开着 坐里边抱个机器 对吧 因为手扶着拍 离饭店有多远 镜头就有多长 一后拍 对不对 整个过程中 毕干导演对影像的艺术指导 就一句话 慢点看 慢点看 我要掉下去 慢点看 王晶 王晶确实厉害 确实厉害 参与制作过将近四百部电影 我相信很多人可能一辈子都没看过这么多电影 不过你要是看过王晶的全部四百部电影 你就会发现 大概是四部电影和他们的翻拍 劝王导 以后就在电影开头写提示 本故事纯属虚构 如有为同 嘻嘻 巧了 都是我拍的 这不想说的 这个人你说你 毁掉我们的童年的回忆 到底有什么乐趣 他现在这两年更过分 他都等不到你长大了再翻拍 是吧 各业你 他等不及 你看追龙 刚刚好不容易受点好评 马上就用追龙 一样的布景拍了一个叫大嫂的蓝片 大哥你干啥你到底啊 怎么那么玩起呢 他就很像他自己拍的那个九品芝麻馆里的那个经典片呢 大家都看过吧 我出来了 我就进来了 我拍好片了 我又拍干片了 你打我呀 可惜生活不是电影 真的好想打你啊 不久前呢 王晶在微博上 吐槽一个创造101的选手 看到了吗 就那个选手的粉丝 夸那个选手 说他是什么B站秋树珍 王晶就转发那个微博 说丑成这样也好意思 他自己以前还说过 黄胜一只有朱英的十分之一美 你说你这个人 片子拍的不怎么样 看人倒是很准 不要生气 不要生气 朱英的十分之一美 已经很美了 你像我 我只有王晶的十分之一美 我不想活得好好的吗 当我们自己仔细想 其实我们看网上也有声音 我们好像很多人都觉得 确实是以前的女明星 比现在的美 以前的港片比现在的好看 我觉得这可能是我们的问题 当然也有王晶的问题 所以在最后劝王导一句 咱们以后拍片 能不能不要搞出来进去了 我们会有控制不住那一片的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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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